那看到的是前頭馬英九要訪問大陸 所以呢大家就在期待會不會有馬熙二會呢 那民眾就說希望呢可以藉此來傳達老百姓的心聲 兩岸要交流千萬不要發生戰爭 那當然餐飲跟旅遊業者也是樂觀看待 台灣再不這樣子向前走啊 有時候我想老百姓叹息啊 全國的民意代表你要把你的國歌會 老百姓想想也不錯啊 這樣觀光樂也差點得起來啊 只要能賺錢就好了啊 不要在我當兵的時候打仗就好了 和平是總是比戰爭好嘛 希望這次的拜會能夠促進雙方的團進團出的旅遊業 那對台灣的發展應該也有很大很正面的方式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兩岸能夠穩定和平的發展 因為這是對我們台灣是最有利的 不要受外界比如說像美國這樣什麼的影響 美國我們當然要親美 可是我們也一定要有衷啊 這樣對我們台灣是最有利的 還是關係到賴清德跟他們的關係 其實馬英九已經 現在已經沒有執政了 所以他也沒辦法去影響到 執政者跟大陸的關係啊 那你會不會希望在哪 希望希望 希望以和平為和堂 這樣才能促進經濟的效應 希望是說呢 可以藉由馬前總統到大陸去訪問的行程呢 也能夠讓這個兩岸的交流呢 能夠慢慢的恢復正常 尤其是兩岸的這個旅遊交流的部分 希望是說呢 可以藉由馬前總統 好 委員我們繼續來請教的就是呢 現在這個馬總統 馬前總統的出訪大陸 可是被批評說是叛國行為 行政長陳建仁就呼籲說 那你可以在習近平面前主張 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 對此當然馬辦來回嗆 說這樣這才是一個台獨的言論 這才是叛國罪 那民進黨現在是不是又在搞抗中 又在搞對立的呢 你怎麼看 民進黨自己沒有水準 也不願意負起責任嘛 這個陳建仁這麼愛講這件事 你不會自己去講嘛 反正賴清德的總總統也很想要跟 習近平一起吃飯 那你們就那個時候講 你們厲害你們有本事就那個時候講 民進黨在這個統獨議題上面 從來的問題就是他是詐騙集團 對不對 大家在中華民國服工職對不對 不管是選舉也好 或者是當官也好 大家都要對中華民國的憲法效忠啊 這不是一個很基本的概念嗎 那大家按照憲法的角度來講 我們的國民就是中華民國嘛 對不對 也許治權上面有爭議 但是這個沒有什麼好疑惑的 你不能逾越憲法的角色嘛 柯建民總召不是很愛講說 我們不能夠毀憲亂政嗎 我們現在的憲法全民叫中華民國憲法 那不是隨便你們這些政治人物 隨便胡說八道隨便講的呢 馬英九前總統在去年出訪中國大陸的時候 把中華民國的特質用不同的方式彰顯 他講的是民國的總統啊 他在落款的時候寫百十二 這些都是彰顯中華民國的這個實際上的一個動作啊 所以當初大家一開始覺得他去的時候好像很焦慮 好像覺得會衝擊選情 後來他去的時候大家覺得表現比想像中好很多 而且他要守住自己作為中華民國派的立場 那不就好了嗎 那去年用一樣的模式 今年雖然要有馬西二會 一樣我們會希望馬前總統用一樣的原則啊 守住中華民國派的立場啊 讓中華民國在這個場合中可以彰顯 我認為就是最大的得分嘛 那民進黨在旁邊吃不到葡萄酥葡萄酸 因為事實上蔡英文執政這八年 你就是沒有能耐本事處理兩岸關係嘛 你不但沒有能耐本事去維持對話 然後彰顯自己的路線的正確性 你還讓整個國家的安全危機劇烈的來上升 然後在這個時候你現在在旁邊講風涼話 然後自己作為行政院議長 雖然馬上要滾蛋走人了啦 但是公然毀先亂政 柯建民總召要不要譴責一下 你民進黨有本事 你就發動修憲去完成你台獨法理建國的 這樣一個夢想 你沒有本事的時候 你在那邊玩這個題目 你就是政治詐騙嘛 你就是用這樣的意識形態來騙選票 人民不是沒有給民進黨機會 可是給了你機會之後 你做了沒有 你沒有做嘛 那你不是詐騙誰才是詐騙 所以從頭到尾拿統獨意識形態來做政治操作 最大的兇手就是民進黨 我是不覺得我們要繼續隨他們起舞啦 我們就期待馬前總統在這一次的這個行程裡面 可以順順利利 然後可以守住中華民國派的立場 這樣子我想對國民黨 對中華民國來講都是一個加分的題目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做好日常也提到 最適合的版本 輸入推薦就超級減光 不足於超級減光 自能有保養的工具 整個比率都上寬 自個殖質的 by bwd6